我們最近五年來的一個取得極小 那這是我隊的體力 各位隊的三個額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非核心資產的一個處理 第一個我們做了鐵化全力 原來我們在台灣除了三大 我們在北部有一個東泰國的東代的這個換氣 我們把它合併起來 把北部跟中部的停調體力做 中間的停調體力做成這樣 然後把大陸 原來在上海四船跟天機 這樣全部都把整個在這個大型的一個照顧公司 在生產方面2020年 我們把馬來西亞的DM產 另外一個小小PY做了一個合併 另外的鐵化組織通列 我們在19年把新加坡東華跟車款東華 我們也出錯了第三者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關係企業表現的不影響 我們也做了清算 特別清算的這些東西 也處理了非核心的東西 就是它原電分裏所以大概變成 我們產品銷售佔領的 我們起家的機電產品目前占36.4% 智慧製造不然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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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載能源及工程大概13% 其他在10%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進行的一些 我們自主開發的這個車店 現在大家都在講非核車 我們提包拿到台灣第29電 台灣精品展的金子獎 是唯一目前國產 有能力做到二合一 那我們最近也做了一個投資 投資的別人動力 所以我們也拿到了三合一 變扣 且為高工率高壓產品的一個成員 另外呢在今年的3月17號 我們跟電動巴士大廠華德 接觸合作異象書 華德將採購500套 已經交了30套 其實這個兩年前就開始了 這位如果有機會在台北做省度客運 做新一客運裡面的那個電動巴士 裡面就是中原的吧 那我們看一下活化資產的部分 我們的新工廠在四元路整道的這個交過 那目前是一個一種貨運 我們已經跟貫德11核佔 預計2020完成核佔 2028很開心 等我們會開發一個 生物科技AI自動的一個復活性 這就是一個超過百億的一個開發案 另外我們原來在松下路的總部大樓 因為它屬於偽老建築 那我們依據都市 偽老建築的一個教授情形條的生理條件 今年年底會拆除 然後開始調建為一個全國所有的商辦大樓 那看一下我們在ESG 就是我們這個團隊邱總代理隊的 我們非常重視 從2015年就會看到這些紅色的分數 我們認為值得提出來 我們從團統製造業的一個金子獎一路 做了很多的事情 2020年到2020年我們越來越做越好 其中我們入選了高雄池的一個永續指數 是基金市場成本股 那這個在台灣DNA是唯一的 另外我們邱總也達到了這個企業遠距離的傑出的分獎 那今年2021年一開明 我們又入選了S&P Global的全球機械產業的名字 這要記住了 那我想這個在傳統機械業在台灣 我們是獨一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ESG 除了我們做了以外 我們也把我們院景跟同事大作 任由公開的營養展會社群平台來宣傳 譬如說我們ESG 以院景的實踐用Chillow 那我們電動車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開始改變過去的比較低調的做法 另外我們參加了智慧程序 提供了Smart的一個解決方案 這個是我們院景發展的實體 這位候選人如果有空 可以給我們參考一下 可以做我們執政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2012年的一個成長的策略 這是在109年12月論之後我們都會訪問 機械子本上我們分成四大部分 我們東元是1956年成立 從馬達起的 所以我們從個體單體的一個銷售 我們做機店的一個整合 因為看到這樣的整合 其實就是提供一個Solution 不只是提一個Solution 是提供一個Smart Nation 像電動車這個我們在做 配合台灣的這個電動車 我們家的一個政策 電動巴士 另外電動自行車 我們也開始介入他的 裡面的一個動力系統 另外就是智慧製造 從和國人開始看工業4.0到現在 全球的公控 自動化市場 它的CAD 會大於8 全球在AI的應用 也會大於百分之善 這也是我們著力的 所以我們已經 目前 在建制可能是全球唯一 在小碼的生產 可以做到紅營 目前這台建制 我們這會如我們的機會 大概6月以7月初 我們這個會建制 另外在智慧能力 我們也不缺失 像太陽能 離岸風建 目前台灣的離岸風建 目前在他的入域的這個電動車 基本上我們全部拿到 另外一個 儲能 我們也是一個 智慧能力 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 的一環 更重要就是IPC 台灣說有一個護國存在 叫做半導體 下一個護國存在就是IPC 因為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這些國際的 像Google Microsoft 全部選擇台灣 來放這個IPC 這是DATA的一個儲存 那我們跟Google 從一起已經做到四起 因為我們在Google的成就 Google也把我們拉到新加坡去建築 拉到日本去建築 幫他建立這個IPC 所以因為在Microsoft 目前我們在幫他做 第一個在台灣的IPC 另外智慧城市的地方 通小學前面這個10萬台 非常有盡量跟各位報導 目前 我們去投標了 除了馬祖我們是放棄 新竹我們放棄以外 我們目前投標到現在 全部都入圍出了這兩個建築 那另外呢 我們的倉俗自動化 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大的使用機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有來配合 那我們利用這樣的平台 我們來推 這個倉俗物的自動化 那這三年這些東西 做半天數字是水 在節能 減排 智能自動的方針下面 我們這四大塊 我們希望三年能創造超過200億的增額 200億的輸出的成分 就是說 我們目前靠近500億 我們希望越到700億 那這裡面包含電動車的動力系統 我們也跟國內外的 有些系統 合作 另外一個 大榮樣的高壓馬拉的區動系統 來爭取這個 歐國瑜估電動巴士的商機 還有兩輪的電動機車 我們的腳踏的助力車 這個也是目前我們正在有利 在智慧製造 我們從智慧翻譯包裝 發展AR的一個視頻系統 都整個系統的AGV 這個在大梅越台北的智慧城市展 我們已經展示了這個一戰式的 一個物流解決高難 然後呢 IoT的視頻 你們覺得的話 通過我們的話 跟各位報告 我們在我們的中立的馬大廠 已經在建築這個東西 另外呢 就是智慧維運 透過MHF 加於銀台 來做數位化的一個加值的維保 給大家在 我們的協力上都會報導細節 智慧能源呢 因為東元是從基電起家 東元的設備系 來發展太陽能 除能源延伸到 太陽能的智慧整個向 事實上這個武力在做 東剛在台東以南 到高雄有73個場 他上面的太陽能的智慧 跟我們都在幫忙做 已經做好了 另外你看 馮建委報告這個 實際的廣告公宅 IPC 有很多的報告 最後一個智慧程式呢 東小學的冷氣商 都來跟各位報告 我們為什麼會入圍 因為呢 我們提供了一個整套的 從 學校的EMS的一個中共管理 來達到節能效果 另外呢 我們這次跟其他家最大部位 就是昨天 後疫情期待 加上關心小孩子 就是疫情 我們提供的空調 上面有把新禁機結合成疫情機 這個是我們跟其他妹的最大的差別 另外呢 智慧物理我們導入的AI影像 對 行車疫情是有像我們台北投 他就是 設這樣的一個東西 來保證這個車輛的治療 運作 對 而全域式的自貸關係 好 謝謝